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历史的进程中 中国的内战都是为了统一而党 这一点从周朝攻伐商朝就能了解 当然 最终秦始皇统一天下 真正实现大义统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功绩 秦始皇才有资格称之为千古一帝 中国历史上反分裂战争有很多 具体在各个朝代都有 随着统治权的变更 但不变的是中国这个概念 为什么 我这么重视统一 这不得不提到中国人骨子里关于家的概念 家庭是最早也是最古老的社会组织结构 人类本就是一种群居动物 而随着家庭的诞生 国家也就有了源头 作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儒家文化本身非常重视家国这种组织概念 因此才会进一步去肯定皇权 在儒家文化中 齐家是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这种影响到今天来说 就进一步体现在春节中秋这种节日过程中 人们在追求的团圆 齐家是为了治国 则孝在孔子心目中既是齐家的核心 一师治国的基础 畅孝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诗语有证 展开全文语时 有人会攻击儒家 是一个倡导顺从的教态 摩磨平了中国人的棱角 事实上 儒家虽然倡导礼 倡导教 但事实上 这完全是对个人修养的一种好的建议 而不是一种禁锢 相较于儒家所提倡的 大义统观念 老子所代表的道家 则更加宠杀小国寡民的生活状态 他认为 在这种环境之下 才不会发生战争 人们才能充分地与自然合一 以求道之本源 但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建立在一种绝对没有外力干扰情况下的政治生态 比如 现如今社会中的中东地区 与世界大国相比 确实是小国寡民 然而 这里却是世界的火药桶 目前 中国虽然还没有彻底实现大义统 但是 由于这种价值观 这种文化的存在 任何分裂行为 本身就是一种入侵 那么面对入侵 人们自发的就会选择抵抗 没有人希望世界上发生战争 但当集体利益 价值观受到挑战时 国家机器也要服从于人民的意志 否则 实政本身也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这一点 清朝的结局是最为明显的 面对鸦片战争的失败 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 清朝政府选择妥协 选择屈服 当然 这种妥协和屈服是不可避免的 但无论如何 在更大多数的民意面前 这样的统治者只有下台这样的结局 历史的结局从来不是孤正 在清朝灭亡不久后 以自由和民主而生的中华民国 在有美国作为支持者的前提下 溃败于农民 工人 这说明 哪怕是热武器时代战争 同样没能逃出得人何者的天下的宿命和结局 本文来自之历史工作室原创作品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雅与多少 conflict 表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